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最后首先要带你来看的是 科技部耗资两亿元 在三星的洪才林开挖两处地热井来进行探勘 目前第一口井已经挖到2000公尺的深度 今天议长陈文昌以及地方人士就专程前往关切进度 期望挖到2400公尺深的时候 水温能够达到预期的温度 未来成为当地发展温泉产业的重要基础 科技部耗资两亿 预计要在三星洪才林开挖两处的地热井进行钻探 预计要挖到地下2400公尺深 水温达到120度 以了解地热的运藏量 以及未来地热发电发展绿色能源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地方很多资料都有说 这个地方没有败 是什么没败呢 因为外面是贵山岛 贵山就是火山 火山有岩浆 大家都知道它很热 我们的研究就看到 这个岩浆这个蜜可能顺着南洋溪 到来到这里 到来到这里它冻到山 冻到山开始 所以清水和这个整个都有关系 背后大家知道就是缝块银墨 缝块银墨在这里碰钻 我们这碰钻的地方就是南洋溪 南洋溪南洋溪就是碰钻的地方 所以它夹夹夹在那地方 按这条从里面 所以我们参加的地方是五万一万 今天议长陈文昌 以及地方人士专程前往关切 目前钻碳的进度以及水温温度 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而负责这项钻碳计划的主持人 中央大学教授王前寅表示 目前第一口井挖到两千公尺深 水温约达到八十多度 若挖到两千四百公尺深 应该有上百度的温度 而完成之后 紧接着要进行第二口井的转碳 整个计划预计在今年底完成 差不多二十年三十年了 包括在清水温度开始了 一直谈 一直谈 一直研究 现在这两年 我到达到八地参加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应该最重要的就是 所谓的国家科技型奥奇计划 这两元计划 像这样说 就是要拔出来要用两千 要探两千 所以我们现在是 意思是说 特别来给我们中友 或特别的高雄 再来请教 就是说 到底 你一直在農 一直在谈 其实也花了国家不太多钱 到底效能是怎样 结果是怎样 農的沁土是怎样 像刚才高雄所说的 它的厌城的分布是怎样 跟整米的事是怎样 我想这个事情 当年来 当年来 我们官民都不了解 社会不了解 高雄打到差不多两千出头 那看起来是 差不多是四百公车 就开始立 我们叫做研盘 那上面那些都是冲击物 那不价格 四百公车开始进入研盘 差不多一千三百公车 都一大堆 我们叫板圆的东西 这有温度 那些更新的东西 都是这种出来的温度 因为那些差不多一千 差不多一千 对 都差不多有 那些有七百十度 都有七百十度的温度 这我看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一千三下去到两千这段 差不多七百公车 都很重的 重一重 我们叫做四磷砂盘 我们现在打到两千了 现在开始进入研盘 到两千通 对 两千通 我要打到两千四 这顶才有四百公车 这顶有哪些很奇怪的一顶 一顶 所以这顶有哪有米 那你希望到几度到有何度发电 一百度一小 一百度一小 一百度那有同吗 那水流有同 因为这些水流很好 因为这些水流 一小时都三四十吨 地方也期望若地热的蕴藏量丰富 有助于三星地区 发展温泉观光休闲产业 来促进地方的收益 宜蘭新闻记者是市民 采访报导